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五天 一切美好的源头 我们都在寻找幸福 寻找爱 并渴望得到平安 但往往找错了地方 圣奥古斯丁曾祷告说 耶和华 你为自己造了我们 所以我们的心永远不能安宁 直到我们在你里面找到安息 神才是一切美好的源头 十篇第四篇一到八节 喜乐和平安的源头 我们常在错误地方 寻找喜乐和平安 你们喜爱虚妄 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 我们以为金钱财产或成功 便是幸福的答案 但它们实际上是虚妄的假神 大卫告诉我们 真正的平安喜乐 唯有从与神的亲密关系中 才能获得 神并没有应许我们 一生畅通无阻 毫无困难 相反 诗人在一开头就呼求 我在困苦中 你曾使我宽广 现在求你连续我 听我的祷告 大卫确信神会听他的祷告 因为他说 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听我 只有神是真平安和真喜乐的源头 耶和华 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股辛酒的人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耶和华 使我安然居住 相比从奢华的物质享受中 得到暂时快乐 人在神里获得的喜乐 要大得多 物质丰盛 以及他所带来的表面安全 并不能让人安然入睡 人只有在神里面 才能安然居住 主啊 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 让我的心充满你同在的喜乐 愿我能安然入睡 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 四章二十三节到五章二十节 蒙神眷顾 与真正的幸福 在耶稣看来 真正的幸福 并不来自于世人的标准 也不来自名望 美貌和财富 他无关你的感受 也不在于你拥有什么 甚至和你做了什么 都没有关系 希腊文版马太福音五章 三到十一节中 用了一个词 Margaleus 他的意思是受祝福的 幸运的 幸福的 他只拥有特权 蒙神恩惠的宠儿 或者如扩充版圣经所说 幸福的 受人极度的 在属灵上极为兴盛的 极能享受 持续一生的喜乐和满足 无论他所处的外在条件如何 在论八福中 耶稣提出了八种 颇具颠覆性的福气 在耶稣看来 真正的幸福来自于 第一 极度渴慕神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这个词的意思是 祈求 依赖他人 寻求他人的支持 他在此处的意思是 被放到第一处 或被削弱 以便最终认识到 自己需要依靠神 正所谓 人的尽头 是神的开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当人走到 自己的尽头之后 便来到了耶稣的面前 于是 耶稣使那不可能的事 成为可能 天国是他们的 第二 为你的光景而哭泣 哀痛的人有福了 请为自己的罪 和这堕落混乱的世界 而哀痛吧 你要与哭泣的人同哭 为失去的爱人悲哀 哭泣并没有错 而耶稣的应许是 哀痛的人必得安慰 神的安慰超乎寻常 正如乔伊斯麦尔所说 为了能亲历这个安慰 在生活中遭遇一些问题 是值得的 第三 接受自己 温柔的人有福了 希腊文中 温柔这个词 具有柔和 温和 谦逊的意思 他表达了一个人 对他人的慈爱和关心 是自大和追逐私利的反义词 温柔还有一个含义 是被破碎的 不是指一个被打碎的玻璃瓶 它已经完全无用 而是指一匹被驯服的野马 当野马被彻底降服后 他的力量便处于 主人的掌控之中 此时 他才是一匹良居 因为耶稣 温柔的人便有福了 他们必承受地图 当你接受自己 知道你无需更多 无需更少 你便有福了 第四 渴渴沐浴亿的人有福了 一起床就因神感到 饥渴的人有福了 你要把寻求神 当作生活的第一优先 追逐享乐的人生 终归会让你感到空虚无助 但是 一个人若渴慕神和他的义 就必得饱足 第五 被人宽恕 也施予怜悯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不要给人他所配得的 而当给予他所不配得的 C.S. Lewis曾说 成为基督徒 意味着原谅不可原谅之人 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你身上 所有不可宽恕的罪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闭蒙连续 第六 完全真挚 清新的人有福了 这里说的清新 不但指外在的纯洁 也指内在的诚实 公开 忠诚和可靠 这种单纯让我们得以亲近神 一颗纯洁的心 始于人的思想 因为思想最终会变成话语 行动和性格 让心灵清洁的关键一步 是允许别人看到我们本来的样子 看到我们的软弱和破碎 第七 尽力带来和平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我们不能挑起争端 而应当制造和平 神的儿子耶稣 就是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制造了和平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当你开始与人合作 而不是与人争敬时 你就有福了 第八 不要期待回报 凡要做好受逼迫的准备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不要期望从这个世界得到任何奖赏 相反 世界总会攻击基督徒 但神与遭逼迫的教会同在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假若你因对神有忠心而招惹麻烦 你就有福了 在此我们看到了耶稣满足旧约应许的第三种方式 我们已经看到耶稣是如何成就旧约历史 以及如何满足旧约语言的 如今在登山宝训中 通过完整揭示律法的深度和含义 耶稣成全了旧约律法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美国牧师约翰·韦伯曾是名摇滚歌手 韦伯说 耶稣是不知足的 我们所做的一切可能会取悦他 但却无法让他满足 我曾因耶稣而感到满足 但他却不因我而满足 他一直在提高标准 因为耶稣行在至高之处 在登山宝训中 耶稣让人看到天上的标准 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打倒我们 而是为了提升我们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主啊 请帮助我在今年 以登山宝训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具备八福所提出的那些品格 愿我能够成为周围人的光 旧约圣经创世纪 九章十八节到十一章第九节 仁爱与合一的源头 爱是遮盖和保护 爱是不以揭露他人的弱点和错误为乐 爱不会幸灾乐祸 今天的经文以挪亚最久这段奇怪的叙述开头 挪亚虽然是个义人 但并不意味着他是完全人 闪和雅福因为遮盖附近的赤身露体而被称赞 仁爱与合一是并肩而行的 八别塔就是人们不合一的象征 人们说 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正是这个骄傲和谋求权利的行为 导致了世界的分裂 大家说起了成千上万种语言 结果一片混乱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而五旬节圣灵降临 则是八别塔之乱的逆转 圣灵使他们能够说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 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 方言的恩赐象征着一个事实 这就是圣灵扭转了八别塔导致的分裂 圣灵使人合一 如今 每当我们体验到这种超越教会 超越语言 超越民族的爱时 便知圣灵在我们当中 主啊 愿我们永远不要为我们自己 或我们的教会 教派或运动而扬名 帮助我们竭力荣耀你的名 主啊 请你将圣灵浇灌在你的教会里 就像五旬节那天一样 愿八别塔之乱在教会终结 愿普世教会走向合一 愿你的圣灵和天国的价值观 给我们带来爱 喜乐 平安 幸福与合一 佩博的补充 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 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 都带了来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今天我将为我知道的所有病人 或遭受患难的人祷告 今日今句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耶和华 使我安然居住 诗篇第四篇第八节